夢想就吃光 一年間 在天上 奶奶 不好意思 這麼晚過來 我的夢想是希望有一天 可以解決台灣醫療資源不平等的問題 於是我就成立了iHealth 讓藥師可以走到民眾家中 我們跟一個農民約好 我們今天下午來幫他做用藥的諮詢 夏華 他不會有事吧 是有事啊 剛剛也問了他旁邊的朋友 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狀況 早上有看到他 看了什麼 黃伯伯我是藥主的藥師 你在嗎 有聲音 有聲音 可能有時候在情緒上面 他就會覺得說 他不想要跟外面的人接觸 伯伯不好意思 打了你 打你的手機因為沒有接 現在方便嗎 可以 我們要過來 然後要跟你做用藥的指導 不要 那以後需要領藥再告訴我們 我們會幫你送過來 有什麼問題我們再幫你服務 透過送藥幫獨居老人 建立社會安全網 他是非傳統藥師王兆允 你好 請問要什麼 這個 有三種 特別是少精 少精 好 過著小康生活 但在加拿大留學的他 知道世界的大 他看到日本醫生與藥師 正在開展道府居家服務 這才發現台灣正在面臨同樣的大問題 1945年戰後營兒潮的這群人口 在2010年已經步入了高齡 再加上台灣有少子化的問題 所以台灣的高齡化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 那很多的民眾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全台368個鄉鎮區沒有被高齡化威脅的 只有蘭嶼、東影、納馬夏和桃園四個鄉鎮 20年前 平均9位青壯年照顧一位老人 現在是6比1 老人長期照護 將是台灣面臨高齡化社會最迫切的問題 因為有健保跟醫藥分業的關係 所以產業會改變 是不是由我們藥師走出去 就可以克服掉這地獄上的限制 王兆允成立iHealth主動出擊 幫民眾送慢性病處方簽用藥 吸引一群年輕人加入行動藥師的行列 像是林俊安 在iHealth工作已經三個多月 阿姨你好 阿姨你好 我是美醫好 你好 你要吃飯嗎 像我奶奶 她本身因為生病 那當初她生了一場重病 我在陪她就醫的過程當中 那我就發現到說 嗯 我 跟奶奶就醫的過程 我看不見藥師 阿姨是王秀蘭小姐 對 是 這一份是你的第三次的 對 這個是腎臟內科的 對 然後還有早晚吃一次的 脹血壓的 對 奶奶最近血壓控制得怎麼樣 還好 還好 都很正常 都正常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天氣冷啊 晚上天氣比較冷 那你白天起來的時候 可能稍微在床邊坐一下 不要馬上站起來 因為這樣可能會讓你的頭暈暈了 很可惜照顧不到奶奶 對 然後我會想要去照顧其他 我能夠照顧得到的人 那甚至是說我們這些 我不認識的那些年長者 以前我們拿藥 都要去榮種了 拿藥都要去榮種了 我們都年紀大了 他97歲了 爺爺97歲 今年今年 對 看命過半年了 結果他跟我講說 他們有這個夫婦幫我們送來 那麼好 阿姨我們送來是其次 那最重要的是你們 有用藥的問題 可以隨時打電話問我們 所以以後如果需要拿藥 然後 怎麼讓你知道 可以像這次一樣 請社會局的幫忙 或者說這邊有 處方簽傳送的方式 你可以利用 用藥啊 或者是上網預約 然後或者是傳真 甚至是寄E-mail 要記得喔 要再上那隻電話 對 隨時有用藥的問題 就打電話問我們 要找鑰匙 24小時 你晚上睡不著也可以 好那先走了喔 好 拜拜 拜拜 想把傳統藥師行動化的王兆宇 發現長照台灣這條路 一點也不容易 他得先了解 老人用藥背後 隱藏的各種問題 在老人用藥上面 就是說 最多人用的藥 是高血壓的藥 那第二是高血糖 第三個是精神病用藥的人口數 所以精神病用藥的人口數 這麼高 的問題在於很多老人家 他因為狗病 所以他影響到他的情緒 那這些獨居老人 他是平常沒有人照顧的 如果老人家在家裡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意外 那沒有人可以去了解的話 有時候會延緩他 可以幫助他的時間 長期處方簽藥物宅配 成本很高 iHealth要活下去的第一個考驗 就是得先過健保局這一關 到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 一開始有人說我是傻人 買了有人說是小的 那現在有人是認為我是個混蛋 他會認為我們破壞市場的規則 包括在媒體雜誌也會看到 會說我們是奸商 會說我們是財團的介入 他不知道我們做得很辛苦 送藥得藥師輕送 不然就是違法 許多地方公會不信 跑去檢舉 因為他認為不可能上他平台 你一定用黑貓宅機變 去年六月朝到八月沒有事 因為產業界反應的力道太大 因為我們是一個市場 要破壞的一個服務 健保局終於知道 iHealth是完真的 也確認藥物居家宅配的合法性 現在營收總算打平 成為五十人規模的社會企業 現在全台約一千五百家安養機構 超過三分之一是iHealth的顧客 服務慢性病患者三萬多名 但後面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挑戰 在等著他 有一個車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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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老師好 好 你好 iHealth成立五年 但青年藥師的熱情 開始出現消耗的跡象 這天王趙雲請來 擔任多位創業家的顧問教練 陳長芬 來幫iHealth把脈 那這邊有我們大股的庫存 這有點像中盤餐 要考你一個問題 你那個所謂庫存很多 要去想一下 它跟你實際需求 它是你業務的百分之多少 這個要用數字來管理 我們有 這個我有吃 對 這是化碳粉 因為我們都是過敏體質的人 都吃很多 沒有用這種八炮的人 除了了解營運狀況 陳長芬更想認識公司 最寶貴的資產 人 易涵是唯一的女藥師嗎 外送的女藥師 你的工作有什麼好 我覺得以女生來講 大部分她們還是希望說 就待在每天都在同一個地方 調劑 就是也不用出去外面 風吹日曬雨淋 然後我覺得我跟大家不一樣 就是我可以走出去 不管是藥師 還是她後台的同事 就會覺得其實藥師的功能 並不是在一個小小的藥局 那我覺得那樣的思維 其實對一個年輕人來講 是一個讓人很欽佩的一種心態 冠陽 冠陽 怎麼樣你自己在這裡很久了嗎 一年了 一年多 一年多 對 工作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我不喜歡講客人 我喜歡講他們 比如說阿公阿嬤 我喜歡講他們叫老人家 可是你覺得這名詞不夠好 給你一個任務 用一個形容詞 形容那些使用者 跟你的關係 我常常在心中認定 他們是我遠處的家人 這個園可以是距離上的園 也可以是血園上面的園 你們這話講得很好 她是我遠處的家人 是 遠處的家人到處找家人 到處到遠處 但其實也充滿焦慮 我想我還有一天 學會錄 學會錄 欸 弄詞 閉上眼睛 忍住淚別哭泣 第一次 在公司見到長芬老師的時候 我覺得老師是一位 很有原則 很嚴肅的人 就是曾擁抱你 我們要給分嗎 我們要給分嗎 到了 我覺得你的公司 有很大的風險 因為你有第二專長 真的假的 沒有啦 當然是客套化囉 謝謝 讓我開心了一下 青年藥師的熱情 為什麼開始消耗 這一天 陳長芬實地跟著 在iHouse工作 三個月的菜鳥藥師 林俊安走一遍 挖掘問題核心 家人其實滿反對的 因為你要開車 對 他們認為說 你可以在藥局 可以在醫院 在診所 為什麼要跑出來 就乖乖地待在那邊 就有錢賺 有同學們談過你的工作狀態嗎 我曾經分享過 一些幫助成功的案例 然後他們就會說 哇 就有一種頭疑 那種眼睛發亮 那種隱光 那你不是就把他們拉進來 一起做社會服務 這是真的就比較難 在拉的過程 他們會說 你知道整天開車 真的很累 很危險 喂 你好 真身藥局藥師送藥過來 好 來 老師請 要不要幫你 OK 這個我來給你 謝謝 謝謝 你好 我現在要送你的 藥要過去到方便 來 老師請 晴天 雨天 颱風天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的藥品宅配 都由林俊安藝人負責 每天車程超過300公里 我現在在外面 在做藥室服務之外 其餘的時間都是在開車 所以其實說真的啦 勞心又勞力 對 不過就是因為一開始講的 想要做出突破有價值 所以我才願意去承受這一份辛苦 俊安說得樂觀 但他內心深處的不篤定 卻因為陳長芬丟出的一個問題 被發現了 我問他藥師的角色有沒有延展性 送藥 還有諮詢之外 一個藥師可不可以扮演 更多層的專業角色 好問題 這個人很政治的不回答問題 等一下想一想 還在思考 這一點他沒有立刻回答 我想這件事情牽涉到兩個層面 一個是俊安的還沒有經驗豐富 所以他對於藥師的定位 還要再想一想 另外就是這個iHealth本身 他設立的宗旨 還有他服務的營運模式 這個可能將來我們還需要 繼續地探討這個問題 要找出問題核心 團隊建立以提問的方式 讓青年藥師作答 寫下對iHealth最真實的想法 目標是為了凝聚共識 這兩邊的對照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會看到 作為支持者就是同事 他的部署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而同時間執行長他的角度 可能跟大家不相同 那這也是一個認知拉鋸的一個過程 呈現出來以後 加上一點點的點評 你就會知道問題在哪裡 就自然浮現 我們不需要把它說直白 接下來的是一連串 王兆允不曾聽到的夥伴心聲 但要聽真話心臟要夠強 就是我們很衝 這大家都同意 我們很雜 我們血汗是說是血汗 還是你付出血汗 不清楚 有數大招風 然後且戰且走 所以我也一直在想 為什麼給他且戰且走的 這種感覺 那其實在我的想法當中 處方宅配送藥到福的服務 我是希望把它做得很深很紮實 那未來在這平台上 加上的東西是在未來才發生 所以對我來講 不是且戰且走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更深入的做服務 勢必是要花時間 那可是現在我們外送藥 就是服務機構 然後服務不定時的散客 其實就要花的時間是很緊湊 那你這些時間 你有沒有打算 我們要從哪邊挖出來 還有一個問題 收支打平 不賺錢 可以撐一輩子嗎 趙宇呢 這是你挑出來的 這沒有一個可以收錢 沒有一個 深入關懷 關懷弱勢族群 這些跟你的營運模式 沒有直接關聯 例如說用藥諮詢藥物整合 跟藥室諮詢 這個民眾對這個付費的觀念 其實是非常薄弱 可是你現在有500個機構啊 如果這些不可以被你考慮的話 那公司要怎麼賺錢 那我還是要再強調 社會企業不是只有在那邊關懷弱勢 就給自己貼個勳章 我是個社會企業 沒有人會投資你的 社會企業必須是一個 可存續性的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 經過這次深入核心 攜手打拼的共識再次建立 但勞苦後的甜莓果實 還有永續經營的路 什麼時候才看得見 在新加坡知名的 亞洲社會企業挑戰賽裡 iHealth是兩年來 首次入選的台灣團隊 更從全亞洲683個團隊中 殺進12強 再挺進前6強 新加坡知名的團隊 誰會想得到當年一個懷抱夢想的小鑰匙 多年來默默走著這條滿地荊棘的路 他通往的竟然是世界舞台 我們在期待的時間 我們在期待中 結果是 SBC Asia的最終三勝者 第二次入選 和獲得20,000元的幣 是 SQ出來了 說什麼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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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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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不要對自己好一點 讓我們去看極光好棒 好 誰要死 誰要死 好問題 不可能 自己出錢都沒有 我們還是遠一點無來吧 我們還是遠一點無來吧 我們出來去花點嗎 花點也是可以生在去吃到不一樣 上山下海的王兆允 和他的年輕藥師們 正把長照台灣的理想 散播到每個鄉裡 奶奶又來看你喔 iHealth現在不僅幫年長者 尋找適合的安養院 合格的看護 甚至提供保險 以及政府弱勢補助資訊 那伯伯進來住啊 騎啊都 他吃得 他吃得 就像他說的 他吃得一餐 那都滿滿 我們想要做的是 一站式的健康醫療照護平台 所以我們走到民眾家中 看到他的需求 我們可以提供給他建議 建議之後 我們可以幫他結合 社會上現有的資源 這群藥師所謂的 遙遠的家人的想像正在落實 而他們的理想也開始被世界看見 我可以帶他去 我可以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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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消息的 有些消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